大家好,我是阿A,今天跟大家來我們開箱啦 我們又拍我們的開箱系列 那今天開箱的東西就是這盒 就是我們的 GC553 的揭取盒,我等了很久了 這個揭取盒 那是開箱的,我沒用過這盒是新的 開箱,我拆了表面 那我們來開一下 這個 都好像可以用來錄遊戲畫面的 有沒有圓光的名字 裡面 一打開就見到一個本體 一打開就見到一個本體 是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圓光揭取盒 這個3.1,USB3.1 那這裡是HDMI IN和OUT OUT就是連上領接螢幕 這個就是連接螢幕 另外一邊來這裡 或者PS4 4 其他遊戲 這個全上電腦 這個 蠻好用的 這個我先放在這裡 放在螢幕的 由上角 然後裡面呢 有些東西的 一張威力導演的最號 可以連上剪片器 方便一點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 那條HDMI線 送一條HDMI線 然後 這個就是 USB3.1和3.0的線 USB3.1就鑊上揭取盒的這裡 然後3.0就鑊上電腦 那這個就是上傳器 然後那個盒裡面剩下說明書 那這張字呢 然後說明書是 有中文的 所以呢 都可以去 揭一揭 看一看的 那這個揭取盒也是蠻好用的 可以用來拍我們的4K畫面 因為這個盒 這裡 是有4K的 所以這個盒 是可以用來拍我們的4K畫面 我覺得都不錯的 遲些呢 我可能用這個盒來直播 或者拍片給大家看的 例如Switch的影片都會 是用這個盒來拍給大家看 或者直播給大家看的 那好啦 今天影片的開箱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歡迎影片 記得右下角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條影片 再見 大家要記得 這個呢 是要下載一個叫什麼 Recentral的 要下載一個叫Recentral的東西 才可以去 啟用直播和錄影家 我們下載一個叫很紅的 只要對 剛好 一ave 請進去